欢迎收听OLC主日语音音响 2022年2月13日 常年期第六主日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七节 二十到二十六节 耶稣同他们下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有他的一大取门徒和很多从犹太 耶路撒勒及提洛和西东海边来的群众 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 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得保育 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要欢笑 几时 为了人子的缘故 人恼恨你们 并弃绝你们 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 而加以辱骂诅咒 你们才是有福的 在那一天 你们欢喜踊跃吧 看 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 但是 你们富有的是有获的 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 你们现今保育的是有获的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获的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几时 众人都夸赞你们 你们是有获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 福音 默想 四福与四获 真是很大的对比 但在对比中却能呈现出基督信仰的灵性准则 贫穷对比富有 饥饿对比保育 哭泣对比欢笑 恼恨对比夸赞 但是 我们不会只按字面的意思 来解读耶稣的话语 在四个对比中 贫穷 贫穷 饥饿 哭泣 恼恨 指的是人在心灵层面感受到有所欠缺的状态 富有 宝育 欢笑 被夸赞 指的却是自以为在现实之中 完全获得并且圆满无缺的现象 有所欠缺 会促使人寻找更大的心灵安慰与依靠 自以为足 却使人常迷失在表象中 以为短暂的满足感能代替永恒 亲爱的朋友们 人生旅途中必有顺境与逆境相互交替 古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说的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这是要我们不随外界的得失 而使心灵起伏不定 同样的 耶稣也提醒我们 在贫穷 饥饿 哭泣与恼恨中 天主无时无刻 不再陪伴着我们 使我们将这些魔力人心的考验 转换成奋起的力量 至于富有 宝育 欢笑与夸赞 我们也能知道 一切都不是因着自己的能力 而是来自天主的恩典 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在其中 而使心灵受其辅蚀 期盼有一天 我们都能在天国 享有主内永恒的平安喜乐 与圆满无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